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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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怎么样 所有该做的都做了 差不多 那该做的治疗都做了 也做了很多所谓自然疗法的医疗 不 好像还是差不多 那时候是为了盲世博会的关系 对 那阵子真的是有点盲昏了头了 然后有点不节制 那我自己觉得我知道我是很糟糕的在这方面 张一导演很了解杨卫山小姐 没有劝阻吗 你不是都说她半夜不回家 她开始工作的时候 你是谁都劝不了的 你说 你不断的提醒她 现在一点咯 她就继续做 现在已经两点了 你还是继续做 我想对她来说 工作真的一开始是停不下来的 你难道不能够施加一点压力吗 既然你们两个都感情这么好 我们最坏的这个方式 就把灯关掉 可是还是可以打开的 对不对 可是我想对卫山来说 我会想很多理由啦 让她关不了那灯 应该是很完美主义者 对不对 你经常会看到 我们认为已经完成了 她突然一下把它推翻了 然后又重来 那么我想我性子很激 有时候是受不了的 你明明常常我们觉得说 考试 铃声响了就要交卷 可是她一定是那个铃声响 她还在写 又把刚刚重写一遍 那是很辛苦 有些人觉得有点过 考官可能要扣分喔 对 我总是抢到最后一秒钟嘛 不过也从这件事情 看得出这个卫山姐她对这个 那个流利艺术的那种执着 执着跟毅力 对不对 那是 为什么那么执着 我觉得就是 其实你进去到那个 那个情境里面 那个情感里面 其实是很难去 去 抽离 去抽离 没错 然后而且 你总觉得 它还有可能嘛 还有可能嘛 还有可能嘛 因为创作它本来就没有 司令没有资金的 所以你 你就会一直让自己在 在里面 然后不断的想要再追求一些东西 创意是一个无限的空间 对不对 这是不是艺术家的一种特质呢 有毛病吧 比如说我们的旁人 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理解 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就是每个晚上的那种无眠夜 在可能在你的工作室里头 你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 很快乐啊 嗯 而且他知道我 他有时 张晏也有时好意给我 选一些曲子啦 比如说我在做佛像 他会给我一些佛曲啦 一些什么 我真的都不需要 因为 其实我 你的心里 你的脑里是充满了声音 因为你不停的在跟自己对话 嗯 在跟作品对话 在跟自己对话 其实 很 很吵的 而且你已经不看时间了 啊 不会 完全不看 那个不需要 因为 经常是一抬头 一看已经 哇 糟糕 已经已经 比如说已经四点了 然后再 再说一下 哈哈哈哈 然后再一抬头 却亮了 当年你一下子就吸引的时候 其实也震撼了很多观众朋友 那一投入这个流离的这个艺术创作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原因说 就是 为什么是 选择流离 而不是其他的艺术 而不是其他的这些作品呢 是 我真的觉得是个缘分 嗯 在我们最后一部电影啊 嗯 他借了很多国外的作家的作品 来做道具成色 嗯 我就第一次看到 又说这个材质可以做艺术创作 很特别哦 跟其他的材质比起来 他多了一个穿透性 然后他多了一个很丰富的色彩流动 嗯 甚至多了那些气泡 都觉得是我没有想象过 所以 但是张小姐那个时候也没有很刻意的 一定要 对不对 我有洋谋跟阴谋都有 因为我想 其实 站在惠山的一个 怎么说 跟他的电影开始合作的时候 我们大概很快可以看到 电影的 尤其女演员的表演生涯 是非常选择性的 很有限 那么 以对惠山来讲 他的经历 他一直很快就老了 迎候的这个行业也是 呃 越资深 不一定 越受到 所谓的欢迎的 因为 尤其对女演员来说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一直在讨论 什么样的行业是 自己要很开心 最重要的事情 他要累积 嗯 嗯 呃 最好越老越有价值 嗯 所以我想艺术创作 其实对惠山来讲 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 因为 当时我们在选择流离的时候 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 全世界的艺术家都有 只有没有中国的艺术家 嗯 真的在87年 我想 杨慧成应该算是 第一个名字 在 现代的玻璃艺术上面 当年你的那个创作 亲手观音 其实就是震撼的很 很多这个流离艺术界的这个人士吧 对 而且现在还是在不眠不休的工作 嗯 那你现在 会不会想要不断的突破自己 超越自己 要怎么样的去提升这方面的各种专业 也有 把它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 我觉得做创作你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嗯 可是流离最麻烦的就是 当你不满足的时候 你有想法的时候 你必须先克服这个技术 嗯 先有那个技术 你才能说那个语言 那个想法 对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 嗯 其实不是隔一段时间 几乎是是接着的 比如说你才完成这个这个阶段的一个创作 可是你你你你脑子 那个想法又来了 那你又需要一些技术的资源 所以又开始了那个R&D的过程 每一个过程都要五六年 很长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去去 因为这个专业其实不是 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 嗯 多了阶段 而且我想毕竟对慧山在流离这个行业 今年已经算是二十四年了 嗯 那么其实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知道 流离 其实对慧山来讲 他前面有很多需要挑战的 嗯 其中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 他最近的这个系列的作品 嗯 叫燕火禅静 嗯 那几乎是流离工房开始的第一天 就是杨慧山的梦 嗯 因为怎么样 把拖拉铸造 跟吹制 两个技巧结合起来 嗯 光是这个研发 我想 慧山大概至少十年 左右 因为它是两个单独 拖拉 然后垂纹 不同的两个技术 所以两个技术 你都要很熟悉 很熟练 然后 在很熟练状态下 再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才有可能 嗯 对 对 我们刚刚在电视画面上看到很多杨慧山小姐 非常棒的作品 对 对 我是很想知道 可以带领我们去解读你作品吗 到底它有没有所谓的什么西方 还是东方 还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一个 一个作品 呃 先从哪一个作品先 整个盖面 桌上的这个 我觉得就是很明显可以看到那个白色的这个瓶声 对 它是用吹的方式 然后 那上面的那个黄的花 就是 用 这个 就是精密铸造法的 拖拉法的方式 那在高温的状态下 当然那个温度是要准确的被控制 然后再把它两个热缩在一起 那看上去很简单 可是我觉得从 不管从技术 还有从概念上 概念上可以看得出 呃 采取了一些中国的 这个 这些绘画的一些概念 就是留白的概念 嗯 作为普通观众朋友 我们怎么去欣赏 一幅努力作品 是从它的这个文路吗 还是说它的这个整个造型去 去认识它 我想可能要从整个的人类的 所谓的玻璃艺术的历史 嗯 因为用一个琉璃的材质 去讲一个美学的故事 嗯 其实是很漫长的 嗯 大概我想一百年前 第一次在法国出现过 第一个 我应该说 用琉璃的材质 作为艺术表现的 就Emile Gallet 嗯 当时它是在表现一朵花的时候 因为它的技巧受限 它是用热塑的方式 嗯 我想我们刚刚开始进到琉璃的行业 惠山就谈到 它的花 就是Emile Gallet的花是不准确的 因为在热塑 它的花是站不起来的 嗯 所以如果 它能够掌握拖辣铸造 再用吹制 我想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梦想 呃 夸张一点说 这可能是一百年来 第一次有人把两个技巧 结合在一起 嗯 像这样刚刚这个作品 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完成呢 花的时间反而要短 因为你你越长 它那个变形 跟因为它很热 而且很重 嗯 的状态下 你是很难支持很久 要控制 可是越 越短的时间 你的技术要求要更高 嗯 其实今天还带来另一幅作品 在张毅导演左边 那个更迟了 你看到 它那么大 然后透过一个那么长的吹管 你想那个瓶子本身那么长 再透过吹管 它那个臂力是 会更增加它的重量 嗯 所以我们要在非常短的时间 把这瓶子吹出来 把花预热好 再放到它的位置上 是 都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 你可以看到 可是那更难 颜色可以说是渐进式 就是浅 然后再中 然后再深一些 黄色的部分 跟橘红色的部分 色彩很鲜艳 是 哇 这个是 有没有个名称 慧川姐这次的新系列作 是 灭火里的残劲 哇 残劲 你经过那个火焰的高温 怎么样走出一种安静的 凝结的感觉 嗯 是 好 好 今天呢 我当然很高兴能够邀请到 杨慧山 慧山姐和张毅大哥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流离的这个世界 谢谢 来到我们这边做客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要好好照顾自己哦 谢谢 好 谢谢张导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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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